今天很高興,繼續請教方廣偉外科醫生關於肝癌的問題 方醫生你好 方醫生,我剛才跟你聊天 就知道肝癌的治理當然有很多方法 不過你說很常見就是會切肝 我想問,切肝是否要切剩多少 或者通常的做法是怎樣的? 肝這個器官,其實我們需要體積來講 如果病人本身沒有肝癌化 其實兩至三成的體積就已經足夠了 其實已經夠用了 你說其實很多時候肝癌的病人都扔著肝癌化 如果他有肝癌化的時候,就需要大份一點 就是三至四成的體積 我想問,肝癌化和肝癌是兩件事嗎? 肝癌化是否都是切走硬的? 通常肝癌化呢 常見的成因就是在香港 乳肝是其中一個成因 乳型肝癌 另外就是喝酒 是另一個成因 通常病人會有某程度的肝癌化 才會有肝癌 哦,OK,OK 先肝癌化,後就是肝癌 是的,很多病人都有某程度的肝癌化 接著就發現肝癌有肝癌化 肝癌化其實是整個肝癌的病變 就不能一拍拍的? 是的,是的 我想問一下肝癌 有時的存活率是否高? 肝癌的存活率 譬如胰臟癌和膽囊癌 是相對比較高的 高的? 是的 比胰臟癌是沒有那麼惡的癌症 是的 肝癌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它有一個再生功能的 是的 譬如我們切了部分肝癌 剩下的肝癌就會長大了 生多了 是的 我們有些病人做完肝切除 因為肝癌 然後做了肝切除 有時癌症也有機會復發 我們有些病人復發 其實因為它復發 剩下的肝癌又長大了 可以再做手術再切也有 可以這樣的 是的 有些病人做三四次手術也有 也有 就是因為復發 所以又再切 剩下的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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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肝癌又有癌症 又切走癌症那肝癌 都可以 是的 剛才我和你聊天 你說癌症其實 有時我覺得相比其他肝癌也好 其實它不用做化療其他肝癌 是嗎 是的 肝癌是這樣的 肝癌如果做了手術 切除、切清後 其實它不需要做任何的輔助治療 譬如 有時腸癌、乳癌 那些 很多時候做完 都要做化療、電療 那些 在肝癌 做完手術 切除了 切清後 就不需要再做負責治療 那需要吃其他藥嗎 一般肝癌 其實它就不用吃其他藥 但是很多時候肝癌的病人 它都有乳型肝癌 那些病人 就要一直吃乳型肝癌 乳型肝癌 其實乳型肝癌 我聽你說 好像說有乳型肝癌 有乳型肝癌 就很大機會有肝癌症 沒錯 比例是多少 我們在說如果有乳型肝癌的病人 比起沒有乳型肝癌 他的生肝癌的機會 其實大一百倍 一百倍 一百倍 那我又反過來問 有十個病人裡面 有幾個肝癌症 是有乳型肝癌的呢 其實我們在說 大部分的肝癌病人 都是乳型肝癌 乳型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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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三樣都沒有的話 其實就佔很少數的 我想問一下 喝酒是偶爾喝酒 或者每個禮拜 是幸福時間 還是真的喝得很多 那些 那些是喝很多的 喝很多的 是的 OK 例如我們有些病人 例如有些啤酒檔水喝的 每人喝半打一打 很平常的 那些病人就會容易有肝癌化 肝癌症 OK 我想再問 剛才你說的癌症會自動生出來 剛才你的意思就是 譬如我們一個肝 好像豬潤一樣 是吧 譬如我們切了那一部分 其實它不是生了那一部分 是在舊那一部分 就自己變大 沒錯 是不是這樣 是的 就不會說 譬如我切了一個右肝 變回右肝 是的 不會的 反而左肝就會生大 所以我們 譬如有些病人 做完右肝切了 因為正常我肝癌摸不到 大部分是在臘骨包著的 哦 是的 有些病人切了右肝 因為左肝長得大 是 變得摸到左肝也有 哦 OK 會摸到 是啊 大到摸到也有 OK 因為長大了 那有沒有說它會長得多大呢 我們沒有過這樣的統計 究竟它繼續長得多久 是的 但是 一般 其實我們說的 就是器官功能夠用就可以了 是 但是剛才你說的是 兩至三成已經夠用了 沒錯 是 所以為什麼可以捐肝就是這個意思 是嗎 是 還有我想問 捐肝會不會有人是因為肝癌症 然後就切了肝 然後就叫人捐肝給他 多不多這樣做 其實 這個肝移植去治肝癌美化 是 其實是 治肝癌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它除了治肝癌之外 它連肝癌化的部分都治了 是 但是 在香港有些限制 是 大家都知道 在中國人的社會 其實 器官捐贈的比率是偏低的 嗯嗯嗯 所以大家知道 輪候捐肝其實都比較久 所以 你說 一般我們看到肝癌病人 那 什麼時候會需要去做肝移植 去治癌呢 通常就是 我們 因為做肝手術 除了體積要夠用之外 肝功能也要夠用才行的 嗯 有些病人譬如 肝癌化已經去到很後期了 他的肝功能已經剩下很少了 嗯 雖然他的體積夠用 但是他的功能不夠用 那這些病人呢 其實就可能 我們會 只是移植才能幫到他 嗯 因為剛才你說肝癌化是整塊硬化的 是的 沒有部分的 所以就真的要整塊換掉它 沒錯 還有我也想問 剛才你說 喝酒多 我試過有些人喝酒多 他們驗肝功能指數很高 是嗎 但是他們又可以戒酒之後 一兩年之後又回復正常 是 我想問一下肝其實是幫助我們些什麼的 其實肝其實有幾個功能 是 一它有一個製造的功能 是 它可以製造一些蛋白 嗯 這個製造功能 它也有一個叫做 排泄分解毒素的功能 嗯 它就可以分解毒素 另外肝其實是會製造膽汁的 膽汁就用來幫助消化 嗯 主要肝就是有這些功能 所以剛才你說 喝酒多 是因為它不停幫我們解毒 是嗎 是 就解得太多了 所以就出問題了 是 你可以這麼理解 是 還有喝酒多的那些 就 如果你說戒酒之後會好 那些就 叫做 可能有些脂肪肝 它又未去到 真的嚴重的肝硬化 嗯 因為你說嚴重肝硬化那些 其實去到那個地步 就未必可以 不能回頭了 是的 所以可能去到脂肪肝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建議過病人 千萬要戒酒了 如果不是去到肝硬化 就太遲了你想戒酒都好不回來的了 講開脂肪肝 其實我很多人客人都有脂肪肝 而且一買醫療保險脂肪肝 就不補過肝 是的 脂肪肝是因為吃得肥膩 或者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會脂肪肝 如果你說 香港人最常見就是 因為吃得太好 是 就是吃得太好就會 是的 大家 其實很常見 尤其是年輕人 都是大魚大肉 小肉多菜 是的 那這些飲食習慣 其實就比較容易有脂肪肝 嗯 嗯 你說香港其實對比起外國的國家 其實你說阿魚走的情況 就不是太普及 是的 所以 香港普遍有脂肪肝的病人 都是吃得太好一點的 我想問 脂肪肝我多了 吃得太好 我一輪吃回齋 或者吃清一點 可不可以回頭 就是反轉 是的 如果脂肪肝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逆轉 是的 是的 其實很多病人去脂肪肝 飲食控制 做多些運動 減壓磅 其實他的脂肪肝 可以變回無 哦 非常好 你今天這個訊息 哈哈 好 今天就很感謝方醫生 那我們 如果大家對於肝癌有其他的問題 可以在留言 留給我們 到時方醫生也可以和大家解答 那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方醫生 謝謝 謝謝 謝謝